各位好,我是卡洛斯 放假放了這麼多天 我家裡悶都悶死人 今天我整理一下攝影器材 看看有什麼地方好去 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出遊的攝影器材 其實卡洛斯是不會拍照的 所以我所謂的攝影器材 多數都是攝錄器材 最主要是去旅行的時候 我會帶了這個自拍神棍 其實是給全景相機使用的 不過大部份攝影器材 都是可以使用的 我現在用它來設定腳架 待會我相機放在這裡 才可以和大家講解 其實這裡這麼多東西 出去歐遊都夠了 今天出去在香港逛逛 實在太誇張了 我有這麼多連接的電線 裡面呢 有些麥克風 用來錄音的 那呢 有兩部的 全景相機 一部5K一部8K 有部GoPro 一般上我出遊 用得最多就是 Osmo Pocket 我覺得它比GoPro和相機都要好 因為它可以追眠 可以雲台跟隨 這部呢 就開始做YouTuber之後 買的Sony RX100M7 是一部很厲害的 傻家機 最適合我們這些不懂拍照的人 飛機我也有帶兩部出去的 一部就是這一部 Hover 黑盒子 通常什麼情況用呢 就是沒有人幫我開機 開了它 它就會追著我來拍照 就好像有個私人攝影師跟著我 那樣 最後當然不少得我的紙愛 DJI Mavic 2 Pro 其實這些東西 已經大半年沒有用過 所以全部都沒有升級 照我所知 Hover Hover 2 DJI 又出了Air 2 Mini 2 Insta360 ONE X 也有2.0 GoPro 出到Hero 我還在用Hero 7 我說用得最多的OSMO Pocket 都出了2.0 但不要緊 我覺得這裡已經夠了 我用得了 不單止 我還有很多的配件 例如摺黑神棍 全景相機轉轉下 那隻棍 OSMO用的咪 OSMO用的Wi-Fi等等 還有Hero夾 在背包的配件 放在這個包包上 啊 忘了說我最新買的手機 OPPO ACE2 對呀 用了新的手機 昨晚每架東西 都要重新去配對 安裝的Firmware 還有每架機都要充電 搞了整晚 哈哈 竟然全部可以搬進去 可以出發了 其實呢 對於一個非常喜歡 四處進去的人 來說 大半年 差不多一年了 沒有飛機 連大陸都沒得上 真是很可憐 而對於我這些人 搭車就怕後 行山就怕累 在香港都沒有地方 沒有去 最慘的是 我連開車都不太懂路 那是慘的 所以你問我今天會去哪裡 我暫時都帶不來 看我當室路去哪 就是去哪 我說過了 我不懂路 上了車才搜尋去哪 好吧 不如嘗嘗一下路 去一下元朗大堂 哇 今天真的不是說笑 風和日禮 是熱到飛起那隻 三十七分鐘可以去到元朗 今天試試去探路先 在香港出外走走呢 跟去旅行呢 就有些分別 因為去旅行 我多數不會造車去炸的 我都說過了 我不懂應路 但香港呢 始終跟著GPS呢 都不需要去哪 其實呢 在外地旅行呢 拍這個遊記呢 我就拍很多了 我記得幾十年前 買到第一部VILCAM 去哪裏旅行 去澳洲旅行 已經拍遊記了 不過最近呢 就聽了一個新名詞 叫VLOG 對我來說是新名詞 有些人讀VLOG 有些人讀VLOG 最搞笑的 有些人讀VLOG 那就是青蛙 其實就是VLOG 不過呢 用這個VLOG來表達 那我就當我今天這個是VLOG OK 我看到有些人走山上去 有些人走山下來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我上網查到 走少45分鐘就是這條路 往生泰園停車場 咦 正 這裏就是大唐有機生態園 售票創學園為未來做好準備 Steam Arcadia 哎呀 Steam創學園是甚麼來的 喂未來做好準備 有些這樣的東西玩 沙軒騎馬軒 大家停單車 充氣彈彈床 而和遊戲車都不適合我玩 從桃桃園方向 馬軒入沙圈 我自己一個人玩 真的沒甚麼好玩 我帶老婆來才行 購票我就不適合了 買了入場圈就去看看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有機生態園 兼創學園 兼Arcadia 呀 DIY 遊樂區用餐區動物村 哇 嗯 大堂有機孤 動物圈 不知道是什麼動物呢 騎馬 哪有馬騎啊 馬都沒有啦 沒什麼人 大堂葡萄園的雜新鮮味味香甜 都不方會有啦 人影都沒有隻 虧了八十元停車場 五十元入場費 什麼都沒得看 算了 當出來 豬筋活落馬都沒有隻 不要緊去哪裏 都要飛一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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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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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士多啤梨呀,开自己窄呀 没东西玩,没动物体,没东西吃 好,走得,手信呀,已经是 木瓜菠萝 手机车离开 好,拜拜,走恩呀 坦白说,这样的疫情之下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没动物体 饭堂没东西吃 马没得骑 但是,我又不会觉得受骗的 给了50元入场,幸好没买退号票 进来放了飞机,又走了一餐 都算是这样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为止 再见,拜拜